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朋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启抗疫、拼经济、反网报》 好,今节我们谈一谈普京大帝 普京大帝又向我们动手 原来普京对澳洲作出反制 禁止39名澳洲公民入境 其中包含安全和国防部门的人员 为了报复当局制裁俄罗斯出兵乌克兰 俄罗斯外交部就说 为了回应坎培拉当局制我们澳洲 实施制裁决定 俄国将禁止39名澳洲公民入境 声明亦说 被禁止入境的人员 包括执法机关代表 边防警卫 还有国防承包商 这份是由俄国外交部 发布的禁止入境 名单当中 也包括 内政部副部长 马克阿朗 以及 澳洲多个地区的 警方首长 截止到6月 莫斯科 已经因为 相同理由禁止了 121名澳洲公民入境 自从2月底入侵乌克兰以来 俄国已经对 几百名西方要员 做了类似的制裁 我们说回有条法律 这条法律 就是 许智峰说他争取回来的 哈哈哈 记得之前有条 马格尼茨基法 记得澳洲版 许智峰说他争取回来的 鬼 早已有议员争取 这条人都是认屎认屁的 那2021年 澳洲 国会众议院就通过了2021 自主制裁 发修正案 就是 号称 澳洲版的马格尼茨基法案 那区智峰当时就来澳洲 都得我而已 感谢各位 感谢各位听了我说 走开 其实之前已经有人是 澳洲当地的议员已经说 整这条法案的了 这个法案就授权 澳洲外交部对世界范围内 侵犯人权 的行为作出回应 如果被认定为侵犯人权的人士 或者是贪官 恶意网络 黑客 的个人或者组织 都会遭受到澳方禁止有关人员入境 并且没收财产等等的制裁 其实这个马格尼茨基法案 并非是澳洲首创 其实是学习人 美国在2012年马格尼茨基法已经有了 也有相关的法律 源自于 美国对俄罗斯人权的抨击 美国对俄罗斯人权的抨击 长臂管理 对俄罗斯人权的抨击 另外我们刚才也说了 日本其实 在上个月 头的时候 对俄罗斯有 追加制裁 日本 在上个月10号的时候 就是 决定对俄罗斯追加制裁 从6月17号起 禁止向 俄罗斯出口67 17种产品包括卡车 推土机 等等的机械设备 不过 日本也很好笑 这些东西制裁 但是依然是会用俄罗斯的天然气 这个是他们说的 没了俄罗斯天然气也是不行的 这个也是现实来的 不过 之前 俄罗斯也有对 日本有制裁 就是 今天 其实 俄罗斯就决定对 日本人 当然 是有制裁 根据制裁框架 就有63名日本公民 现在totally 63名日本公民 是禁止进入俄罗斯的 国土 当然这63名人士 包括大雄、岸田文雄 俄罗斯外交部就说 日本政府发起一场史无前例的反俄运动 允许对俄罗斯 发表不可接受的言论 并且诽谤 还有直接威胁俄罗斯 声明亦都说日本 知名人士、专家、媒体代表 亦都是 不断重复这点 根据这个理解 其实 他就说 东京是 採取了破坏 木轮关系 损害俄罗斯经济和国际声誉的政策 考虑上述原因 以及日本政府对俄罗斯公民作出的制裁决定 所以俄罗斯决定制裁包括对 日本手上岸田文雄在内的63名 日本公民 如果普京大帝请他去日本 不过他请就不一样 如果他请他去 我相信就是 可以了 如果他请就 是 是 不过我这里还要辟谣 一个新闻 因为刚刚又是在 内地一些工资那里看到 这些新闻什么 一什么三那些 都很多假新闻 原来 看到一条新闻 重磅 意大利外长宣布停止支持乌克兰 再不断工的确撑不下去 在中文的 媒博 社交媒体微博微信 有的 意大利外长 迪马约宣布 意大利停止支持乌克兰 结果是假新闻 结果是假新闻 这条是虚假消息 其实经过查证 有关说法是对马迪约 采访的曲解 他并没有宣布 意大利停止支持乌克兰 而是警告如果意大利总理 马里奥 德拉吉 内阁倒台 可能会影响意大利向乌克兰提供军备的计划 你不用担心他真的倒台了 超级马里奥没有了 其实意大利也很害怕 你也是说一个领导人会这样吗 其实 一个领导人是做到很多东西的 因为他可以改变 或者其他领导人改变他之前做的东西都很大事 是 当然我们看到 在Politico这个知名的 政治网站的欧洲版 其实 两天前也发布了一篇文章 标题就是 部长就说 马里奥德拉吉的敌人 在为普京工作 这样 其实 据报道 意大利 外长这位 迪马约 其实 他这个名字和以前 一位意大利很出名的球星 迪马奥是一样的 不过他翻译的迪马约 在接受Politico访问的时候 吞势意大利总理 马里奥德拉吉政府的动荡可能 会令到 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斗争失去了重要的军事支援 其实在14号的时候 意大利参议院举行信任投票 再说一遍 其实他过去了信任投票 不过 执政联盟里面的五星运动 一个比较民粹的政党 是缺席了这场投票 德拉吉 就认为执政联盟的信任基础不复存在 所以 就向总统朱 这位马塔雷拉提交了请辞 当时拒绝 再说一次 但后来 可能是去意欲缺 这个五星联盟就搞到这样 迪马约就说 俄罗斯人现在又可以庆祝另一个西方政府倒台 之前哪个政府呢 就是保加利亚 保加利亚是很支持乌克兰的 但是又是支持不住国内 其实 所以保加利亚政府倒台 我们当时都说给拜登政府是一个警告 甚至其他盟友的政府也是一个警告 如果你搞不好国内的经济 通胀 你说到怎样支持乌克兰 或许是你的负资产 你自己在国内都搞不定 你还去管外面吗 是的 因为很多人就觉得 撑你呀 我们都吃不饱呀 大哥 你这样搞 我们怎么办呀 所以 选情都认真 很危险 很危险的 这个的确是很危险的 当然了 这位 迪马约 现在也是外交部长 因为 现在 德拉吉应该会做到下个 大选 但大选 真正是明年 可能今年秋天就搞了 现在他是看守的总理 没错 对 总统先生就希望他 做到看守总理 做到下一届 最新总理上来就走 这样也好 如果你随便找一个 或者找一个富人上来 又好像不是这样 不如一直做下去 其实有点像约翰逊 有点像约翰逊 约翰逊也是 做到约翰逊 约翰逊就是首相 我看到有些B&Logger 帮我帮他改个名字 叫庄汉逊 约翰逊 如果用广东话 当然你可以说 我不想学 那些翻译 其实也不是内地就是这样的 约翰逊 台湾地区好像叫 橙生 强生 约翰逊是很正确的 庄汉逊 庄汉逊 我觉得很适合 因为生和生 很容易读错 庄汉生 没必要 Boris Johnson就好了 因为他们学陶杰 什么都变得好像很广东话 其实有些是不需要的 像新卫城 我觉得挺好的 比什么孙拉克 好像 我觉得挺好听 其实这位马里奥 德拉吉 其实就是想着 好像约翰逊 做到 下一个上来就走 当然约翰逊也可能有第二个原因 就是想举行婚礼 这个月 其实 当时这位 意大利的外长就说 如果德拉吉不能做的话 可能 就是有些人 会在庆祝 就是普京大帝在庆祝 都不出奇 因为意大利也挺重要的 因为他是 撑着两句头 撑着德国和法国 都属于跟德法 想法比较一致 德拉吉 他见过大场面 是欧洲央行前行长 当然 我们经常说 这些见过大场面的见识 就跟立陶丸丸子 老塞达 那些蓝丝贝吉斯 当然 是的 刚才就辟了 其实没关系 其实 我相信德拉吉走了 意大利依然会支持乌克兰 但是 支持的力度是怎样的 很难说 我不知道 现在 究竟 俄罗斯制裁 日本和 澳洲的 实际 痛处是否很大呢 我也相信 不是很大 我不是说 俄罗斯没有力 澳洲和俄罗斯的联系 比较远 他在 天寒地冻的地方 当然有些地方不是很冷的 我们在这里 不同 他是近北极 我们近南极 塔斯文尼亚近南极 他有很多地方在北极 所以 老实说 澳洲 对俄罗斯实际的 痛都不是很大 制裁他 大家对 实际制裁的力度 或者痛楚 都不是很大 但是 都是要做个姿态 普京大帝制裁他 没理由不反制你 是吧 但是看日本怎样 日本和俄罗斯有相当多的争议 又有 这个领土争议 是吧 亦有这个 合作的 之前不是说过 有 天然气项目合作的 也是有的 所以日本 事情比较多 事情比较多 不过我都相信 他都会继续跟 他不跟也不行 因为始终 日本也是要跟美国这个大佬的 我都相信俄罗斯 现在他都不理那么多了 继续吹下去 尤其是对乌南地区 乌南有个好识识说 真的 签了协议 这个粮食 真的签了协议 这个可以当案都是好 你不能不佩服 你多争论他 西方多争论他 当然不敢把他踢出北约 他真的很有分量的 土耳其 他一句话 一句 他真的顶着整个伊斯兰世界 你不要忘记事实上他说得对 他是收得最多难民的国家 任何国家都不够他多 在敘利亚的时候他收了多少 是吗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再见 再见